阿翔 嘉瑜你是剛剛翻台語啊 你是還是怎樣 被你發現了 好 我們請嘉蕎再來回答大家 恩 因為我從小就在高中去美國 然後就是高中大學接受他們所有學生 冰冬園的一些要求 還有一些就是 我是覺得他們是 嗯 很自主化吧 就是算上高中練完球 你可能之後還是會找教練 然後大學也是一樣 就是想要強化自己 那我覺得這種東西 事實上在台灣也慢慢也有就是引進來 就是有些像大學生 就是在可能在off season 的時候 也是會有請教練 然後讓自己體能更加進步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我們的家政 熱烈的掌聲再一次 謝謝我們家的自主訓練 其實非常重要是他想要從大理工 帶給台灣的選手 好 接著邀請到我們是投閃 其實這一兩年我在去大學的時候 像我現在去的練習的地方 就是他們現在投手有引進 就是也是可以看球的轉速 然後你的歸逼的東西 就是比較一些數據的東西 然後台灣自己也慢慢在引進進來這些 所以在高中 高中還沒有 但是我是帶大學的時候 看到他們就是把這些東西引進進來 然後我覺得這樣 他們現在做的東西都很不錯 對 針對投手 或是打手來做分析 所以實際的數據其實是可以幫助投撒的 對 對 對 好 掌聲鼓勵一下 好 我們再次掌聲鼓勵一下 你故意要翻譯一次給你們 選手希望可以給大家最完整 然後跟最實際的答案 所以給他們一點點時間讓我們稍微的思考一下 我覺得 主要還是自主練習吧 然後再加上身邊隊友互相激勵 然後就會互相競爭 就會 只會自己想超越自己隊友 然後還有超越對手 就會 怎麼會這樣 就想要讓自己表現得更好 這樣子 好 掌聲謝謝慌慧中 謝謝 我這邊其實 比較 怎麼講就是 我想的東西的話 可能就是因為從小孩開始 因為畢竟我自己有小孩 那我自己的小孩現在開始接觸棒球 那我這邊其實自己 昨天跟今天我有跟家政討論 就是稍微聊了一下 美國的高中的練習時間 跟大學的練習時間 所以我覺得最好最好的方法就是 讓這些小球員開始養成一種 有讀書上完課之後 課語的時間再來參加棒球的訓練 這是最好的結果 我覺得 因為不管是在美國 或者是在日本 我看過的 跟我所得到的資訊是 他們都會先把他們的課業 課業的東西先讀完 比如說早上可能就是 四節課下午可能三節課 那下課的時候就是大概是 兩點半到三點 這是美國吧 兩點半下課就結束了 所以他們會利用這個時間 下課之後 他們再去做練習 可能一天練習的時間 只有三個小時 可是在台灣 從我 或者是在座的各位 我們從國小開始訓練的時間 是早上 比如說乘超一個小時 結束之後 上課 四節課 早上下午 我們就下午一點 我們就開始下午的訓練時間 所以我們是從一點 訓練到五點結束 甚至也都可能是六點 所以相對訓練期時間 它是很長很長的時間 可是大家忽略掉的是 小孩子他所要受課的 這一個部分 那為什麼我覺得這個部分 比較重要 比較重置的原因是因為 他 少讀了三節課 少讀了這三個小時 一天 但是一個禮拜 有五天 他就少讀了15個小時 但是以此類推 一年下來 一個學期下來 他少讀了很多 可是 少讀這些東西 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或許沒有那麼重要 可是我覺得就是 在座可能大家都有讀 可能一天讀七節課 那三節課 多出來三節課 重點是什麼 是在於 小孩子他會多 增加出他的思考能力 那這個思考能力就是等於 在你在球場上面的表現 他就會改變 因為我們必須要去求進步 讀書也要求進步 棒球也需要求進步 那我們必須要找出什麼的結果 什麼的訓練 對你自己才是最好 可是你沒有透過這個讀書 就去強制說他必須要去練習 但是球員生涯他結束之後 他應該要做些什麼事情 他不知道 那球網上面的延續沒有了 這個球員生涯結束之後 他也沒有東西可以做 因為可能就是大家知道 可能就是因為他沒有科業 他沒有遺跡之長 他畢業之後能幹嘛 沒有事情做 那我覺得這種東西 也是思考 跟在學校所學習的東西 跟你對棒球的熱誠 種種都會連接起來 所以造就成說 你想要進步 但會受限 給你再多再多的資訊 你卻沒有得到的 你應該得到的東西 你得到這麼多的資訊 可是你卻沒有 把你應該做的事情做好 那你得到這些東西 其實他沒有 效果其實不是增加的 而是減半 可是如果你把你應該讀的書 讀完了 但是你覺得 對棒球的熱誠是有的 那你得到的結果 會是增加的 而且他是倍數成長 我經常都在講的是 我跟江振有講的是說 為什麼我們的國小 國中高中 我們都可以拿到第一 可是我們的大學 我們的成棒 為什麼都打過贏別人 不能說打過贏 可能就是贏的次數沒有那麼多 可是我們從國小國中 我們可以一直拿冠軍 可以連續三屆 連續四屆拿冠軍 可是我們成人 就是相對的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相對的他的成長 是有限 因為我們國小就已經耗光了 我們成人的成長空間有限 因為他 我們所接收到的資訊 其實是相對更少 因為我們用的是在於前半段 不是在後半段 可是別人是成長在後半段 前半段是用在於他的興趣培養 我覺得這是最大最大的差異 跟國外比起來的話 好 那我們給委員掌聲鼓勵